可怜的汪小姐沦落到仓库搬砖 还要被范大将军欺负 一切都要怪在阿宝的头上 时间回到两天前 外贸公司对汪小姐判决下来了 虽然耳环进货价只有两百元 但没有上报依然属于违规 她被调到外贸公司的码头仓库 运气好吃过苦头还能返回27号 但是汪小姐和阿宝两人不能再有接触 她找到爷叔 可第二天汪小姐等到晚上12点 都没有等到阿宝的出现 到仓库的第一天 他就遇到了范大将军的刁难 范大将军最看不惯这种娇生惯养的 明天早上9点钟 你把这里的垃圾全部给我扔掉 给我理干净 我来检查 中午淘淘送来一些冷馄饨给小汪 没想到被范大将军当场扔了出去 他独自干了一个痛宵 终于完成了任务 范大将军承认自己看走眼了 没想到小汪是个能吃苦的 于是请他吃根光明牌 盐水棒冰米恩仇 只是没想到吃别小王子 魏总是他们的客户 原来那天致范园停电魏总的黄鱼面 不小心翻到了小汪身上 之后就对他一见钟情 小王不再觉得致范园的黄鱼面都不像了 从那天起魏总就开始疯狂地追求起小汪来 另一边外贸公司派了小梅来跟阿宝 接下三阳的后续订单 但阿宝却讨厌这种背后捅小汪刀子的人 爷叔却阿宝做生意对事不对人 不是想跟谁做就跟谁做的 想要跟谁做就跟谁做 不可能 至少我不想跟谁做 就绝对不会做 小梅找到范总用外贸指标的事情 让他给阿宝藏话 我只在乎一个人 就是汪小姐 她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 谁欺负她 就是跟我阿宝作对 可阿宝听完范总的长篇大论后 依然没有兴趣 三阳的第二批分销权他也可以放弃 只有一个条件 不管范总以后跟谁做生意 如果小汪找他帮忙一定要帮 回去后阿宝就吃了爷叔一顿PP 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送了出去 阿宝表示没有三阳还有朱记马老板的货可以卖 却不料互联商杀换了负责人 对方看不上朱记这种小品牌 把上海名牌的指标给了更有实力的别家 马老板得知消息后立即杀到了上海 因为之前阿宝答应过会把他的T恤卖到南京路 阿宝为了实现承诺找到了南京路的服装商杀 没有互联商杀大 服装商杀答应阿宝是罪翁之一不在酒 真正目的是想要通过他找麒麟会的大佬让公司上市 阿宝在麒麟会早已没了心于人家当然不会见他 但至少完成了任务能让马老板的货在南京路开售 如今股票和外贸都不能做 于是他把脑筋动到了香港 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 阿宝已经联系好了商家打算 事实促成进口品牌和国有品牌的合作 在出发前阿宝来到夜东京 却被淘淘一顿埋怨 女人们对你有情 你对女人有益啊 林子看这家夜东京是为了你 汪小姐吃足口头也是为了你 如今林子不再让阿宝打算把夜东京关掉 却遭到众人阻止 我永远在这里等他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我房钱不要他 放出所有的开销闹 我来 我们趁也趁到林子回来 好 ו